面对不请自来的保险销售 面对妙如烟海的保险产品介绍 你是不是也像很多人一样 虽然知道配置保险的重要性 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配置多少保险 应该配置何种保险 这是一张自动计算保额的表单 你只需要对自己的资产情况 和现金流情况进行盘点 将数据输入 它将迅速的自动化输出 你应该配置什么保险品类 分别配置多少保额 这是一张自动化评价保险产品性能 和性价比的表格工具 你只需要按照产品说明 把相应的信息填用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就会自动化的输出 针对不同产品的综合评分 和性价比的比较 帮助你选择对的产品 拥有上面两个表格 你就知道买多少保险 买什么样的保险 你只需要对本系列视频 任意一起进行转平赞 并私信给我 我就会向你提供这张表格的下载地址 本系列视频约分15期 将会系统性的讲解保险的概念 购买保险的常见误区 每一个保险的具体功能 每一个保险计算保罗的具体策略 每一个保险配置时需要注意的要点 在上述表格的加持之下 可以使你科学自主的配置保险 或以更科学的方法自主的评估 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保险配置方案 之前的章节 我们梳理了配置保险的常见误区 明白了不同人生阶段 面临哪些风险 并承担哪些家庭和社会责任 既知道了在什么时候 应该给谁配置什么保险 回答了有关保险 问whomwhat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回答 如何选购保险的问题 也就是耗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保险 在个人现金流和资产图景 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讨论 配置保险的策略的环节 本章我们将先讨论策略 为了保证本章内容结构的完整性 内容和之前章节的内容 也许有所重复 所谓配置保险的策略是指 配置保险的优先级 保费保额确定的思路 我们先来看优先级的问题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本人优先 并爱人生的阶段 配置不同的保险 第二消费型保险优先 第三先确定保额 再确定保费 这三个方面都是遵循一个原则 从实际需求出发 在第四章 我们详细梳理了不同人生阶段 应该配置什么样的保险 在2.1章中 我们也详细分析了 优先给子女买保险 是一个害人害己的行为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只要价值观 能够被社会主流所接受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是个个人的事情 并没有对错 有些人选择单身 那么他就没有家庭责任 举例而言 他就可以不配置 或者少配置重极险 和定期人寿险 因为重极险和个人定期人寿险 主要冲击的风险 是个人履行家庭责任的风险 而大多数人都是有家庭责任的 单身的人却不同 有些人选择成为企业家 那么他的社会责任就要大一些 需要考虑公司的股份传承 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因此需要配置终身重极 而大多数人 可能没有成为股东的责任 大多数人选择成家立业 养育子女 并过上稳定的生活 那么人生就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 有每个阶段面临的风险 需要配置不同的保险产品 来冲替风险 并且每个阶段 不同保险的优先级 也是不同的 其中第二和第三阶段 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人生面临的责任和风险 都是最大的 涉及的保险种类也是最多的 甚至可以说是设计了全部品类 那么这么多的保险中要把握的原则是 本人优先 现金流优先 其中 关于本人优先的原则 我们以重极举例 用父母和子女分别遭遇重极 使共同承担的伤害程度 和发生了概率的成绩 来描述综合的伤害程度 父母患重极的伤害程度 评分 是子女患重极的伤害 评分的23倍 伤害程度的评估可能相对比较主观 但是这不影响结论 并且拉开分值差距23倍的主要原因 是发生了概率 父母在养育子女这段过程中 遭遇一次重极的概率 是子女遭遇一次重极概率的12.79倍 况且 无论上述哪种情况 子女受到的伤害 都不小于父母本人受到的伤害 因此 首先应该给自己配好保险 再考虑给子女配保险 才是对子女负最大责任的做法 其次现金流优先原则 我们用逻辑推演一下 正向现金流形成了资产 固定资产是资产的一部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固定资产就是房子车子 先有现金流 后有房子车子 那么现金流的风险 就优先于房子和车子的风险 所以保证现金流中 收入和一般性支出的稳定的保险 应该被优先考虑 最极端的例子 大多数在人生起步阶段 是没有车子没有房的 但每个月都会有一定的收入 和有一定的开销 这个时候也根本没有需要 投保的固定资产 分阶段选择不同的保险产品 和优先考虑为本人配置保险 是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购买消费型还是返回性保险 就不能算是优先级的问题了 而是理财是不是配置保险时 需要考虑的需求的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 购买保险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理财和投资的需求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工具 保险是用来消除 现金流波动性的专业工具 而投资则应该通过 科学的理财来完成 而科学的理财 则应该通过 构建投资组合的方式来完成 保险并不是科学的投资工具 返回性保险可以被拆解为 一份保险服务和一份定投合同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验算过 在每年投1万块钱 持续29年的情况下 其定投部分会使你损失 80%到180%的收益 这部分我们大可以通过 投资组合来完成 而无需劳烦保险公司 我们在科学理财的系列视频里面 曾经论证过 经济经理的业绩追不上大盘 也就是市场的平均水平 保险公司论专业性 又比不上基金公司 甚至大多数的保险公司的投资 也是委托他人来完成的 这是保险行业法律规定的要求 因此保险公司的业绩 不会好于基金公司 也不会好于市场水平 要知道 拿到市场的平均收益 并承担较大盘更低的风险 对于普通人而言 通过构建投资组合的方式 是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事情 关于如何科学投资的问题 如果大家感兴趣 请关注科学投资的系列视频 链接在屏幕下方 另外再说一句 把保险和投资混在一起 还会造成选购产品的时候 对于产品的筛选过程 变得相当复杂 容易让黑心的保险销售 在这里做文章 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 先确定保额 再确定保费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应该先确定保额 再确定保费这个话题 保额是风险发生时 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 也就是保险公司 以消除负向现金流为目的 提供的现金流 这里需要关注一个修饰语 以消除负向现金流为目的的 因此有多大的现金流波动风险 就应该配备多大的保额 或者以这个现金流波动风险为上限 定义保额的数量 保费是我们为了获取这样的服务 向保险公司付的钱 保额决定了保费 保额和保费 一般情况下呈正相关关系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可以想见 在配置保险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保额是多少 那么确定保额的策略是什么呢 既然保额是保险公司 以消除负向现金流为目的 提供的现金流 那么确定保额 就是在确定某一个特定风险 发生的情况下 将引发多大的现金流波动 换个说法 波动性计算的结果 决定了保额的上限 我们以财产保险举例 假设你拥有一套房子 房子给自己带来的风险 是火灾等意外造成的财产损失 而财产损失带来的现金流波动上限 是房屋和房屋内财产的总值 那么作为消除这个 负向现金流的保额就应该小于等于 这个现金流的波动 也就是说在你配置财产保险的时候 上限应该小于等于房屋和房屋内财产的总值 我们再以重大局病举个例子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其他复杂的现种 比如说重其险 重其险冲底的是两个现金流波动 第一 由于自身患重病 需要额外的康复和护理的费用 这就造成了支出性的成本增加 第二 由于康复期间无法靠劳动创造主动收入 也就是造成了主动收入的减少 在计算收入的时候 必须要加一个年限的设定 一般认为重大期病五年不复发 就相当于康复了 所以康复期一般考虑数五年 以上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造成了现金流的负向波动 那么保额就应该覆盖这两个因素 其数值就应该等于康复期的费用 加上这五年的收入损失 不要超过自身的生活水平 估算所需要的康复费用和护理费用 比如平时家里都不顾保姆 却在估算康复费用的时候 需要三个人类资源 一个康复师 一个保姆照顾起居 另一个保姆负责家庭做饭 另外也不要超过自身的收入 恶意估算收入损失 比如明明年薪12万 大部分收入是父母每年给的零花钱50万 那大可不必按照每年10万加50万来计算 因为父母给你的钱 并不会因为重病而损失 正确的做法是以现在的主动收入年薪 作为基础 考虑掉GDP平均吸水的涨幅 是否有升值加薪的机会 等综合因素进行估算 来确定这五年之中损失的主动收入总额 具体的计算 我们会在讨论重极险的章节详细讨论 重极险的保额就应该等于 这五年之内的康复和护理的费用总和 再加上主动收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保险不是用来发财的 不要有意无意的夸大上面两个数值 从而估算出的保额高于实际的需求 事实上很多保险销售为了你能够多买保险 他们就是这样忽悠你的 比如你看你现在还有五百万的房贷没有还 万一你要得了重极 这五百万谁还呢 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五百万并不是你康复期需要还的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在重极的保额之内 你只需要考虑这康复期的五年内 你需要为家庭的债务偿还多少房贷即可 毕竟患了重病不代表死亡 在重病恢复之后依旧可以履行自身应该履行的家庭责任 伴随保额确定的是保险合同里面所说的保障范围 这样就可以从保险公司的产品目录里面选择相应的产品了 保费随即也就算了出来 对于普通人而言 在不考虑返还型保险的情况下 推荐将自己收入的5%到10%作为采购所有保险的预算 这里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保费超出了预算那应该怎么办呢 在下一个小章节我们来讨论一下 本章节我们讨论了确认保额的策略 下一个章节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确认保费 请大家记住 在不配置返还型保险的情况下 一个人支出的保费的上限是全部收入的5%至10% 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 更高的保费是超额配置的保险所导致着 这就意味着智商税了 当然保险销售可能不会这样跟你说 他们可能会让你把比例增大到20% 甚至30% 在这个小节里 大家首先要弄明白 在评估了自己在某一段时间内 所需要的保险的保额之后 保费却超出了预算的5%到10%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保险公司就是暴利 保险太贵了 我根本买不起这么多保险 所以我就不配置保险了 这都是智商税 其实不然 这根本原因是自己每年的现金流的计划 和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 支出和固定资产比例越高 人的风险越大 现金流储蓄和投资越多 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同时也给支付保费 留足了充裕的空间 如果支出固定资产 现金流储蓄和投资的比例 合适5%至10%的收入 就可以支付预期的保额 所对应的全部保费 通过计算保额和查询 产品目录之后 获得保费的数据 是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的 而当支出和固定成本过高 收入储蓄和投资很少的时候 结构性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你收入的5%到10%就无法完全覆盖 你想要的全部保证 这里有成本的因素 也有心理的因素 因此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给定相当于收入总额 5%到10%的保费 作为预算 压缩其他支出 再定立财务计划 参考4.4章节 书里的保险的优先级 在5%到10%的范围之内 按照优先级的顺序 从高到低 先配置当前人生阶段 优先级最高的保险产品 以后有余力 再配置优先级较低的产品 如果优先级最高的保险产品的保费 依旧超出了收入的5%到10% 那么就按照收入的5%到10% 来支付保险的保费 这样也就意味着降低了保额 以后有余力 再足额配置 这里提示一下 同样保额的产品 不同保险公司的保费 是不一样的 在满足本地有分支机构 和赔付储蓄均 大于150%的情况下 优先选择 现在比高的保险公司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